大家好,我是Agnes Lowe,企業培訓師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今天是4月28日 這日是什麼日子呢?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這日是叫做Pay It Forward Day 中文就是讓外傳出去的日子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2000年的時候有一套戲叫做Pay It Forward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我自己很喜歡這套戲 因為這套戲的 moral 和意思是非常有教育意義 而且是很啟發性的 它最主要就是 就是它那套戲的名字 裡面就是說將愛傳出去 而且是更加傳得一個傳一個 一個傳一個 裡面的故事是說什麼呢? 很簡單的 summary 那個小朋友聽了這個新來的老師 就是Kevin Spacey 告訴他 你要做一個project 這個project就是你要去影響這個世界 改變這個世界 Change the world and put it into action 他就要他們用行動去做些事情 然後呢 這個小朋友就做第一件事 選擇了做第一件事 就是去幫助一些 homeless 街邊沒有地方睡的人 去幫助他 他做完之後呢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他就很想撮合這個很孤獨的老師 Kevin Spacey 是一個很孤獨的男人 很想撮合他跟他自己媽媽 他自己媽媽也是一個不開心的 一個禦酒的媽媽 是一個Alcoholic 然後爸爸也是一個Alcoholic 他們也是不開心 在這個家庭裡面 而這個小朋友呢 他就想get them together 當然也不容易 因為大家都有他們的self fear 也都大家很缺乏他自己的愛 很多事情 但是他也希望做這個行動 就是能夠把這份愛 撮合這兩個 lonely heart 第三件事 他就回到學校 就幫了一個很多時候 都被人排斥 被人欺騙的一個同學仔 他就很弱的同學仔 他就幫他 好了 這句話是說出 好像我這幅圖 大家可以看到這幅圖 他當時在戲裡面 就是畫了自己一個人 可以幫一個人 把愛傳給一個人 傳給第二個人 傳給第三個人 然後呢 第一個人 再去傳給兩個人 兩個人再去傳出去 哇 那條線是不是好像八爪魚一樣 就是這樣傳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Pay Forward的idea 那麼呢 在這套戲的author 他也特別promote這個idea 特別選擇了這個4月28日 特別是叫做Celebration of Pay It Forward 給這個Pay It Forward的idea 特別在今天我們記住 是將愛傳出去 蛤 為什麼要只有今天才Pay Forward呢 說得很好啊 其實呢 不是只有今天 是每一天都應該將愛傳出去 Pay Forward not only today It's also everyday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在今天開始 會想一下 怎樣可以將愛傳出去呢 其實那份的愛呢 可以是Kindness 所以有些人呢 會演繹做今天是叫做 Power of Kindness 將你的Kindness 將你的Giving Power of Giving 全部這些idea 其實可以很Creative的 你可以想一下 可能是第一杯咖啡給你的家人 可能是在公司和別人 平時你沒有留意的同事 就這樣說一句 早晨 總之少許的東西可以改變到 對方是受到少許 你這一份的Energy 你這一份的Action 是感覺到你是Care的 你是有Kindness的 因為這個呢 是會有這個漣漪效應的 是會有這個Ripple Effect的 你這樣做 旁邊的身邊的人都會這樣做 受到你的愛 或者你的關懷的人呢 都一樣會這樣做 我可以告訴你 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我受到很多 除了家人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身邊的朋友 在我這個人生旅途裡面 都是有無數那麼多人 幫過我 支持我 讓我令我成為我現在的我 所以我就是非常買到這一個的想法 真的要Pay Forward 如果喜歡我的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也會分享給朋友 把我今天的分享 以及訂閱和按鈴鐺 我在我的手上畫了這個心心 用我的唇膏 獲了你的心心就是 希望大家Pay it forward by your heart OK? Have a nice week Bye bye